今期國度一分鐘,會同大家一齊數算俄梅爾 俄梅爾,Omer,意思是一束小脈或大脈的和菌 它來自利美記23章15至16節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和菌為搖祭的那天算起 要滿了七個安息日,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 共計五十天,又要將新數祭獻給耶和華 以色列人是怎樣數算俄梅爾呢? 他們在如月節之後,就會去田裡將生出來的墨水做標記 作為初熟的果子 然後在五十天之內,每一日去僑罐、除草和鬆土 經過五十天的勞苦,就將這些有標記的初熟果子 帶去聖殿獻給神 原來耶穌都有數算他的俄梅爾 耶穌在死而復活之後,立即去門徒中間 開始數算他的俄梅爾 因為門徒就是他的初熟果子 耶穌花了多日的時間去培育門徒的生命 他將彼得的懼怕 門徒爭論的野心 還有多馬的懷疑這些雜草,通通都拔除 去到五秦節之前的十天 他升上天,將初熟的果子獻給神 神的高末就降臨在這些初熟的果子 就在門徒身上,福音就開始遍傳 所以耶穌就是初熟果子的主 而福神就是莊家的主人 今時今日,我們都能夠數算自己的俄梅爾 我們可以進入自己內心的和場 去數算自己尚未開發的財幹和恩賜 我們要每日用討告來囂灌我們個人的墨水 又在我們的品格裡除草 除掉內心的不搖樹、憤怒、懼怕等等 又要努力去培養我們的財幹和恩賜 最後,過了五十天 帶著我們初熟的果子 就是我們這些恩賜去獻給神 去表明我們的信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歡迎你來like和share我們 國度復興部的Facebook專頁